冷气团一泼泼 阳光迟迟不露脸 路上行人更是包得密不透风 医院里人满为患 大部分是为了感冒身体不舒服 前来求诊的民众 只是真的都是病毒肆虐造成的吗 体虚的人 气血比较虚 或者身体的体气不足的人 那当然是比较容易感冒 冬天很冷 虽然你穿了衣服或者是里面有保暖 但是你会发现说 你在室内跟室外温差很大 所以你从室内跑到室外 室外又跑到室内 这个当中你的身体如果没有办法 很瞬间的调整 那你就会好像有感冒的现象 许多人靠冬季进补来暖活身子 逼出寒气 姜母鸭 羊肉炉和火锅都是热门首选 却隐含高热量的风险 尤其是部分食材刺激性强 食用不慎反而会伤胃 因为其实生姜吃太多也不见得是好 所以生姜应该要加一些红枣 这个胃才比较不会受伤害 因为姜是很辣的 所以你如果吃喝很多姜汤 你可能如果胃壁比较饱的 胃粘膜比较不足的人 很可能就造成日后的胃不舒服 每个人体质对辛辣食材的耐受性不同 在挑选与分量上皆需多加考虑 才不会补过头反而伤身